来到借贷中心的这个样品屋 一看到这个美轮美奂的设计 总是会有一个冲动 想直接买下去 但你也会担心 预售屋跟样品屋真的都一样吗 到底买房子要买 中古屋 清晨屋 还是预售屋 我们找专家来替你解答 预售屋第一个呢 房子还没盖 您可以慢慢的缴席 缴款 按照工程期管来付款 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其实相当来讲的话是比较轻松 那有时候客人是觉得 就是当存钱的概念在买这间房子 那当然预售屋会随着市场的波动 价格会调整 那其实以现在的房价来讲的话 现在也物价通通 其实坦白说 过去很多投资客要买预售屋 比较不想买层屋 因为它会享受到比如说房价的增值的一个空间 其实新城屋最直接的你马上要准备两层的自备款嘛 那预售屋的话它有一些工程期上面的时间 那有不同的付款方式 像本案的话其实我签约只要付10% 那剩下的5%你可以等到我结构体完成 再跟取后的使用执照 才要去做一个付款的动作 对 钱给的轻松听起来对小资组小家庭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有个问题我很担心啊 预售屋会不会像泡面的封面一样 看起来这么的美味 但是泡完打开来 不是这么回事 那其实政府对于预售屋 这边把关的相当的严格 我们房子盖到快好了 会邀请客户来做客变 按照你心目中想要的格局 你的生活需求来 帮您量身打造你的房子 钢筋水泥正在盖的预售屋呢 你要入住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还款压力就没这么大 对于这点来说 预售屋获得一胜 不过就以星辰屋和中古屋来讲好了 好比星辰屋 难道星辰屋就没有其他的优势在吗 没有哦 星辰屋有一个点 可能是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们盖起来它的面向 是面向哪里 那它的外面有没有什么抗性 比如说有没有像一些风水的问题 星辰屋能够更加的确定 而且它也能够直接去入住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屋况 很明确知道说 现在这边是怎么样规划 格局是怎么配置 然后室内的状况跟空间上 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的 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我口袋没有这么多钱 想要还款压力小一点 我选预售屋 如果我今天想直接入住 感觉我有个新家 那我选星辰屋 那你听下来是不是觉得 中古屋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呢 没有哦 中古屋其实有非常大的市场 很多人要买就是买中古屋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优势所在 就是千辛难买好邻居 那中古屋呢 因为呢 邻居间 它的生活习性 生活习惯 都已经固定下来了 所以呢 你在购买中古屋时呢 你就可以探寻邻居 去敲敲门啦 认识一下啦 等等 你就可以很清楚 你想要购买的这一间房子 它的邻居的素质及生活习惯 他们会召开一个例会 那如果你去参与这个例会 或者是你去做 在当天 你就可以看到邻居 他们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时候你就可以概略地知道 这个邻居的素质 像这样子 官网会主动提供一些资讯给住户 而且它的功能不只有这样 对中古屋来说 它还有一项机制非常成熟 是新城屋运售屋可比不上的 社区的公社的设备 有任何适合跟不适合的 常常提到公社的完整性 游泳池这一块 就最后因为管理的问题 就会有些诟病 那在中古屋的部分 这些的磨合期都已经度过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 因为管委会的体制的强大 对于日后 不管是推展社区内任何的活动 或设备的更新 管委会大家比较有一个 也许说是效忠 也许是说比较听取的一个团队 这个很重要 这样子引进或软性设备 是的 听完这些专家的回答 你是不是已经有点眉目了呢 我这边做个表格帮大家整理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资金不够 口袋不够深的 那你可以选择预售屋 好比是小资族或手购族 如果今天你想直接入住 而且享受房子的感觉 那你可以选择新城屋 好比是换屋族或是小家庭 有小孩子的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选择 是生活机能完善成熟的 你可以选择 对中古屋 也可能是换屋族或是退休族群 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没有一定 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才是真的 所以花点时间做功课 毕竟买房是大事啊 我是戴政凯 房市法拉斯 带你了解房市大小事 我们下次见